其實就是錫蘭剛發推特罵文 其實他有時候一些言論也會在推特上上懶 譬如說他在推特上 我記得前一個月吧 他也是罵過柯文哲嘛 對吧 但他就是就發在推特上 ok 對就是 有些柯粉也不要意外 對阿 他在推特上有罵過柯文哲 這也沒什麼嘛 對吧 然後咧 這裡 先講哈 這個錫蘭剛發文說什麼 社圖他的圖打錯 社圖日記真他媽是一個腦殘 ok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 應該是前幾天一個影片吧 下面有一個人留言說 世界就是這麼矛盾 我們不應該歧視別人 但是身為人類 歧視中國人就是義務 然後 我按了一個愛心 他把這個截圖說 所以我是一個老人 我承認 我承認 這個我有錯 因為我影片中我常在講 我們不能去歧視任何的人 包括中國人 因為我在影片其實我有特別強調 小粉有沒有中國人 那我為什麼會按一個愛心 這是 這絕對 這絕對是我的疏失沒有錯 因為 我一條影片 我身體跟我每條影片 就 一千條留言兩千條留言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真的是 這樣點點點點點點 有時候真的是我的疏忽 我就這樣點了一盤 有時候我不會特別去審查 這個人言論是怎樣 對這個純粹是我有問題 這純粹是我的疏忽 如果有常在看我頻道 有在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很明確的吧 中國正常的中國人 跟不正常的中國人 我們俗稱為粉紅的人 做一個區分 我相信 你們應該自己看我頻道的人都知道吧 如果 如果 我這個人的立場是 中國人就是被歧視 應該啦 活該啦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有中國朋友 我為什麼有這麼多中國朋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中國大V想要跟我一起拍片 就是或者是我邀約他們 他們也是OK 難道他們也在歧視自己嗎 八九歧視中國人 所以我要去跟他拍片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用揪著別人的一點小辮子 就在那邊說他是一個腦殘 來看一下腦殘的定義 就如同大腦有所殘缺一般 然後我看這個 這個維基百科說 2023年長居台北市 偶爾前往上海與比利時的西蘭 已經取得中華民國外僑居留症 不知道這是不是屬實啦 因為譬如說像這個他媽的跟腦殘 這個我們的助理應該是有學過法律的 這是這是什麼 我想更正為那個企劃或製作人 我覺得聽起來比較高級 就是他媽的跟腦殘 就是指名道訓一個人的這個頻道 就是這個人 明顯就是直播啦 就不用再講 這是屬於什麼 我覺得比較算介於 以我自己的法律認知喔 我不算專業 算是公然侮辱或是誹謗 因為我們講的公然侮辱 他為什麼叫公然 就是公開的平台有第三人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稱之為公然侮辱 對所以我覺得 你要批判我這個書 你應該說什麼 社徒日記啊 支持這個評論他點讚 他這個為人很不應該 對不對 他的這個什麼什麼有問題 如果你去這樣評論 我絕對接受 而且我會心難的道歉 比如說即便你是賣我腦殘的 我也是公開道歉的 確實是我的疏忽啊 有必要是他媽的跟腦殘嗎 有必要是他媽的跟腦殘嗎 應該說你的立場 是覺得沒必要人身攻擊 但是可以針對你的疏失去做評論 可以啊我承認啊 是啊 那有必要這樣他媽的腦殘嗎 所以每個人做錯事 就可以他媽的腦殘 這樣脫口疏出去 哇OKOK 理解上了一個 好那我們現在直播間 有大概快兩千個觀眾 OK 大家有沒有想要問那個八種的問題 剛好我們都開了直播了 有人說必須開戰 我看一下留言好 大家等我們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會有一點點delay 為什麼會delay 就是他們直播會先看到自己傳的訊息 但是我們會跑慢一點 因為我們同時有兩千個人在打訊息給我們 喔 對所以我們這邊看到的時候會慢一點點 手上 動瘡了嘛 對我手動傷 在德國動傷嘛 那-15度 對 其實已經有好一點 當時其實前幾天動的比較嚴重 動的那一兩天還發直 發直 就沒辦法 因為在這個戶外是要導航嘛 要脫手套 所以就動傷了 好啦 八九的聲音很小 有嗎 然後我聽一下喔 然後 然後 然後下 下 下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然後下面有人留言是 說什麼 台納人是這樣的 其實他下面很多人也是在 也是在罵台灣人 OK 然後有人說 所以起日是不行的 但罵人腦殘是可以的 好 然後有人說什麼 真的 只是穿古著在歐洲就是小粉紅 如果社徒看到這片 一定會說西蘭是小粉紅 不好意思 我剛開直播 我沒有說西蘭是小粉紅 沒有 我們主要在講那個 這一張紙上面的事 各位 就是有人錄 我已經講過了 對如果大家剛進來的話 可以 可以再了解一下 我們主要是要講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坦誠是我的疏失 那我也道歉 對不對 以後按讚評論 我會更加的留意 對不起 對不起 所以 對 那針對這個他媽的跟腦殘的 你也應該要跟我公開道歉一下 哈 就是這個 這已經不屬於 這個他媽的跟腦殘 不屬於這個 叫什麼 公開評論一個 一個事件的一個範圍 已經算人身攻擊了 這就是人身攻擊 所以還是還是 不要這樣誤導觀眾就是說 你的粉絲就是 看不爽的一個人 或是針對一個事情 可以罵人家他媽的 或是腦殘 當然他媽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語助詞 但是我覺得腦殘 應該不是一個語助詞 因為你前面是主詞 後面就是形容詞 所以不要 對 當然也沒有說你是小粉紅 所以不用這樣扣帽子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很好 所以要回憶一下 穿古著在歐洲就是小粉 對啊 那個人的影片 你看過 他的那個 所有的營銷號 他的西瓜視頻 他的這個快手 他的抖音 他的小紅書 你有沒有看他就是一個 愛黨愛鼓的人 你沒有看吧 你只看那一篇吧 那個西蘭來了 西蘭在評論區 他說什麼 他說 這裡 你看一下我手機 他希望你跟他通話 怎麼通話 他在哪裡 你有看到他嗎 要怎麼通話 要怎麼通話 要打IG嗎還是 來怎麼通話 我現在用手機直播就是要怎麼通話 他說要用IG是不是 INSTAGRAM通話 看一下 他INSTAGRAM叫什麼 就叫西蘭 看一下 對 你幫我跟觀眾聊一下 好沒有問題 那謝謝 先謝謝大家的那個打賞 對 那如果是剛進來的觀眾的話 我們今天八九他主要想要講的問題 是在於就是大家剛看到那張紙留言的問題 對 我們沒有要討論太多其他的問題 那主要的立場是在於這邊 我說給他差不多兩分鐘 對 然後剛剛大家應該有都看到就是西蘭本人有出現 那他希望跟八九進行通話 那我們現在正在處理這個部分 對 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呃 大家的留言我們會稍微晚一點看到 因為我們線上有將近三千人 所以訊息一直突然爆擊進來 所以我們這邊訊息會稍微看到晚一點點 對對對 阿 等一下他打給我沒接到 等一下 好那各位稍等一下喔 我們等一下就 會跟西蘭本人進行通話 這好像有點問題啊 OK 所以他重打是這樣 對 靠北喔 我打給他他打給我然後就 等一下 我是誰喔我是工作人員 對我我只是工作人員 是我的聲音 是我的聲音 稍等一下各位不好意思 呃 謝謝大家 他LINE打不通欸 是我LINE的問題還是 欸不是啊 他的IG的問題還是我IG的問題 你接得起來嗎 接不起來 不是我打給他 有人說把跡線很高耶 重複留言 欸不是啊這個就天生的啊 是怎樣 有人眼睛天生大 天生小 把跡線很高的發現 把跡線低 啊所以這個怎麼樣 都別吵了我要 有點民族自信吧 要看工作人員不好意思喔 欸可是 有人問我是不是單身 跟你有什麼關係 聖誕節不會跟你過 不要再問我是不是單身了 都給我安靜 我們現在打電話 嚴肅 各位請嚴肅 你再幫我留言 好 欸那個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通話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大家等一下喔 就是 我們要看看怎麼跟喜蘭通話 巴強很帥 他知道 他知道 那你們覺得他 你們覺得他帥 就不要再說他髮際線高了 沒有這個 這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 這每個人不一樣的那個嗎 怎麼知道 工作人員要不要女朋友 跟你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我現在 等一下我應該要怎麼加他 謝謝達莎 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Line 不是那個Line 那叫什麼 有人叫你用微信欸 白癡是不是 建立新 建立新的聯絡 工作人員圈粉現場 不用不用 不要再關注我了 你們煩不煩 我現在用別的通訊軟體 跟他連線 大家稍微等一下 罵我 請工作人員盡量罵我 你是N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欸好像接通 等一下 喂 你好 西蘭你好 這樣聽到了嗎 你不會把我的 你不要怕人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電話號碼 給泄羅出來 OK 求你了 有 特別避開了 特別避開了 這是我台灣的電話號碼 我好多照號綁在上面 聲音 大家現在聲音可以嗎 太小聲 我們已經拿到最近了 這樣可以嗎 你們把聲音調高吧 因為我是很頂死的 我沒弄相機啊 對大家抱歉 因為我沒有用手機 123 有拍到嗎 有拍到加88 Holy fuck 沒有 有嗎 沒有 我們現在拿到麥克風 嗯 這個聲音還可以更大嗎 還是大家會覺得太小嗎 還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蠻大的 我在這裡都聽得到 對大家說聲音可以了 那大家如果覺得聲音可以 我們就開始對話囉 好 好 OK 先開始好了 因為我都講過了 好 OK 所以我之前 你剛剛也說了 你道歉了 什麼 這一些 但是我想先解釋一下 這個我為什麼看到這個 這麼大反應 是 首先我看到這一個推文 就是你這個點愛心的 這一個評論 世界就是這麼矛盾 我們不應該歧視別人 但是身為人類 歧視中國人就是義務 然後這個是你點了愛心 是吧 那麼你剛剛說 你這個是疏忽 那麼 我不知道 你可以解釋一下 是什麼樣子的疏忽嗎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的 我是日根嘛 我每條影片 就是一兩千條留言 那我有時候 大概是 我大概是 影片發了一兩個小時過後 或者是 半天過後 我會上去看留言 然後 我會去點前面那個 我會去看那個 就是那個順序嘛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點點點點點 那 有時候是這樣點點點點點 我就是會大致上瞄一下 那這個確實就是 我可能疏忽到 他後面這一句 因為我就是很快的這樣 那這個我承認是我的疏忽 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朋友 你們會知道 我很明顯的把 正常的中國人跟小粉 做一個很明顯的區分 我也多次在我的影片中強調 不要把所有的中國人都打為小粉 而且我在這個 最近一些中國網 大鬧日本的店 我在兩條影片裡面 我也講 我很反對這個 日本餐廳老闆 他貼的這個標語 我這些我都有講過 所以這肯定是我的一個疏忽 我也跟大家道歉 我以後 面對這種言論 按讚的這種東西 我會多加的留意 對 所以就是說 對 就是說就是你罵我腦殘這一點 我覺得 他不是屬於一個 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人身攻擊的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說 我這件事情 我這樣做的很不應該 但是我覺得這個腦殘有點過了 OK 我覺得這一個 如果你說這是一個疏忽的話 然後你說 你這一個所有評論都點贊 所以你這個點贊 不是代表你 是一個同意這一種 有人的話 那麼我覺得OK 因為在我看來 就算是點贊這一種留言 在我看來也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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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歧視性的 然後非常非常攻擊到別人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 和我罵你這個腦殘 我覺得可能 如果這個是 你是這麼認為的話 就是認為所有中國人 都應該被歧視的話 我覺得 這種行為 比我罵你腦殘 還要更加的惡靈 但是 但是 你說這是一個疏忽 然後你說這個 不是你這麼認為 然後你頻道上面 也一直區分 這個小粉紅 和所有的中國人 那麼我也得對你道歉 這個對不起 我罵了你這個腦殘 這個肯定是我的不罪 如果你想要的話 我會刪掉這一個推文 另一方面 我覺得就是 我也想描述一下 就是你也知道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個小粉紅 是 我以前做那一些影片 什麼逃離上海 然後很多這一個 這一個影片裡面 也開很多小粉紅的玩笑 甚至我在中國平台上面 的時候我也經常這個 嘲諷這些小粉紅 天天在那一邊衝塔 是吧 對 所以我想 再藉此機會 就描述一下 為什麼我看到這種 類型的這種言論 包括最近這一個 小粉紅闖這個日本人店的 這個事情 看到其他人的類似評論 我感覺很難過 感覺很傷心 這個主要原因是 很多那一些 翻牆出來的理智的中國人 他們都很討厭小粉紅 我們都很憎恨小粉紅 我們和這些人一樣 我不喜歡這些人 你知道嗎 只是有一些時候 我們甚至有一些 有些人他們是知黑 你知道嗎 就是那一種 說自己是脫知的那一些人 就是他們不喜歡 當一個中國人 甚至都有一點 自我仇恨期的這個種族了 結果他們出來 然後他們說這些人不對 然後我討厭這些小粉紅 結果面對的就是 其他人跟著他們自己 一起仇恨自己的種族 包括自己的文化 包括自己的這一個 講話的方式 包括自己長的這個樣子 就是很多人 他們不僅僅是討厭小粉紅 他們也討厭中國人 然後如果那些翻牆出來的 理智的中國人 他們看到這些人 不僅討厭這個共產黨 還討厭自己的種族 討厭自己的這個系統 我覺得那一些理智的中國人 翻牆出來 他們也會覺得 那我還是做一個小粉紅 我還是找這一些 接受我血統 接受我這個民族人好了 我覺得這一種事情真的是 就是這個其實是這個幫助小粉紅 論教最大的幫兇 就是把所有的中國人 都說成是一種人 然後其實所有的中國人 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我最近一年以來在台灣 我就經常經歷到這種事情 我在台灣說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我以前這個立場 我覺得也挺清楚 包括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些衝塔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搜的話 也可以搜到這些事情 但是一年以來 我經常收到這些公司 說你就是個支那人 你他媽的支那句 我他媽討厭死你了 他媽支那人就應該滾 不管我做了任何事情 都是支那人 支那人 支那人 導致我本來一年前 是一個比較清台 甚至有些時候 比較親綠的一個立場 然後我看著這麼多人 這麼仇恨 對於中國人的所有事情 讓我這一個 稍微反折的人 都感覺 Holy fucking shit What the fuck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一種論調 真的非常非常傷害 那一些 那一些認可台灣自由的人 也認可那一些 不喜歡 這一個 這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人 那一些 翻向出來的那一些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不好的一種論調 這為什麼我看到這一種論調 非常的這一個難過 當然 如果說到是那個日本 那個店家的事情的話 小粉紅做這種事情 肯定是為了激起這個仇恨 是吧 然後說 大家看這個日本店家 他媽的仇恨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應該討厭日本人 這也是一個很傻逼的事情 但是這個不太主要 那個店家做的事情也是對的 兩邊都是對的 我相信你也知道這一點 是吧 你也說了這一點 只是我不喜歡看到這一種 無緣無故 其實所有中國人 把所有中國人 不管是什麼立場 不管是不是小粉紅都叫人 不是知大人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對於這個事情 其實你的一些衝塔的影片 其實我其實這一直以來 偶爾會有看 也都知道你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 有時候你在講一些台灣的缺點的時候 當然也會有些人說 你就是對面派過來 甚至你是個粉紅 你是個大外宣 其實對於你的這些言論 我也是看過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你剛剛講的 這個 因為我在海外 不管在歐洲 在日本 在美國 去過很多國家 確實那邊很多的中國人 真的是非常的仇視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這個 你剛剛說的那些問題 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 而且我覺得這個技術 真的不少 那當然 像台灣的一些觀眾朋友 確實也有這種仇中的情緒 這個仇中已經是 放大到全體整個的中國人 或者甚至整個的文化上 血統上 我覺得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能理解啦 就是 如果你單單只看到 這個留言的話 你會這麼生氣 我現在應該是能理解這個狀況 因為你剛剛說的 我多少都有經歷過 所以我應該也懂你在說什麼吧 對 我也知道這個 中國和台灣 是一個很複雜這種政治狀況嘛 所以我也沒有盛不到說這一個 你們都在歧視中國人 我不能歧視中國人 我也沒有盛不到 這一種你知道吧 只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台灣人的話 然後你是信奉 這一個普世價值的話 我覺得 要站在這一邊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光是關於中國人這一方面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 有這一個印度移民的 這一個事情 那麼印度移民 這個移民肯定是一個 很複雜的一個話題 你不得讓所有人都這個移進來 是吧 肯定要有這個相關的政策 一大堆 只是比如說 最近一個月 那個D卡上面 然後有些人說這個是中國網軍 我就先不那個說什麼 但是有一些人 比如說 如果真的有人這麼想 就是說這個印度人 全部都是阿塞 然後他們所有人都是 來的都是強姦犯的話 這個會對這個國際上面的關係 也會造成很不好的影響 比如說 的確這個新聞 在一個月之前 就在印度一些新聞被爆了上去 然後很多印度人看到 這一個台灣 對於印度人的態度 就說我們不敢相信 這一個我們為什麼要幫台灣 我們為什麼喜歡台灣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這一方面的東西 我的點是 如果你是一個在乎 這一個自由的一個台灣人的話 我覺得 要站在這一個普世價值這一方面 我甚至不會聖母道說 你不難歧視這個中國人 你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個很複雜 OK 我沒有這麼他媽的那個啥 遺旨氣死 OK 但是我覺得 這一個在乎平等 在乎這一個不要種族歧視 這一點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價值 我是 我是 我是這麼認為 好吧 那既然 這個雙方都有誤會 那誤會也解開 那我覺得 就 也沒有什麼好在爭吵 或是 其他的一些矛盾 對 然後那個兩位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有留言 我覺得我們可能必須要解釋一下 這件事情發生的是很突然的 沒有什麼說好的 完全沒有 對 就是大家 那一個 我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是 有些人總是說我在這一方面 沒有要求中國人怎麼怎麼樣 你可以再搜一下 我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視頻 叫做 你也許也在種族歧視 請不要雙重標準 這個是我在2017年 我在B站上面發的一個影片 那個時候還沒有在B站上面被封掉 然後這個影片我也在依據上面發過 這個影片就是我在中國的網站上面 對著中國人說 你們對黑人種族歧視 你們對印度人種族歧視 不要看著別人對你們種族歧視 然後自己覺得自己種族歧視 然後自己覺得自己種族歧視 就是OK的 我在中國平台的時候 在我17歲的時候 在2017年就講這些話 所以我對種族歧視的態度就是 不管是出於誰不管是對誰 不管是對誰我都認為是不對的 所以如果說我對中國人沒有說這樣的話的話 我對中國人說過 OK還是在中國網站上面說過的 OK 所以我只想指出這一點 OK 好 那那個西蘭 因為我們竟然誤會都解開了 我看到有一些網友也敲碗說 希望你可以跟我們合作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真的有網友這樣說 這個可以看以後 有什麼類型的這個事情你們想要合作 就可以IG上面再私信我 我們可以再說 好啊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不要不要再說我們是什麼 say的也沒有在請演員這種事情 這件事發生很突然 然後我們也都是用手機直播的 所以沒有所謂的say好 西蘭也是突然打來的 所以這個論點是不存在的 必須要跟大家澄清 你想讓我把退文刪掉嗎 還是你想要留置這個紀錄還是 當然還是刪掉 那我覺得 那我就現在先刪 那既然誤會解開 那我們這個直播也就不留了 OKOK 對因為西蘭也會刪掉推文 那西蘭這個直播我們也 達成共識也覺得誤會解開了也尊重你 我們這個直播完全不會留著 你目前要留著也沒有關係 隨便你們 OK 那OK好了解你 你們有我的許可 OK 了解 感謝感謝感謝 謝謝你謝謝你撥空跟我們通話 OKOK 謝謝謝謝 謝謝拜拜 拜拜 換工作人員直播你們不要太吵了好不好 你們可不可以專注在人家兩個講話的事情啊 不要一直煩我 工作人員的IG 我給一個朋友說他要講一些話 我看一下他講些什麼 好 就是 不知道他他喜歡我表達什麼 喂 怎麼了嗎 哈囉他走了嗎 怎麼了嗎 你現在還在直播嗎 你現在說 對怎麼了怎麼了 喂 還是我們私下聊就好啊 喂 好 抱歉 就是 你現在沒有在直播了什麼 我們我在直播還是我們人家私下在聊 我其實是會比較希望直播欸 啊 是什麼 什麼 什麼議題啊 為什麼要直播 是這樣 還是這個議題嗎 就是其實今天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估計也比你們還要早一點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我在推這樣很快 但是就有發 相關的去推 就是說的其實跟你是一樣的 就是我知道 你是不小心點的 但你必不說真的很認同這個觀點啊 然後呢就是 你知道推特現在呢就是其實是蠻亂的一個場景吧 就是現在 你知道我們台灣要大選了 然後現在就是一種 群魔亂舞的一個階段吧 就是各種論調的人都有 然後有這個太衰台灣的 攻擊台灣的 還有這個支持統一的 反正各種論調都有吧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吧 就是我覺得 可能台灣人用推特用的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 對啊 就是說可能台灣人從來來說 不是很熟悉推特的一個環境和這個 就現在一個氛圍 我現在覺得這個氛圍 對台灣並不是特別的友好 然後中共可能有大外宣 然後也在中間就是炒事兒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知道這個事情本來是個誤會了 但是 我會覺得有一點就是 我當時有立馬成心 但是也沒有太多人看吧 然後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你們講好就好了 這個直播如果能留著 會更好之後也可以再推上 幫你推一下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然後 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因為現在有蠻多網友想知道說 這位朋友是 一樣是網紅嗎還是 他是我在美國走線的時候 遇到的那個 一個採訪過的一個中國大批 是 只是他現在停根了 了解 也不是走線認識了 就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邊比較晚了 然後我剛才打現在 我也不知道在直播 然後我就直接說了 對 我是那個強國反賊了 然後 八九粉絲我就知道 蠻多人應該是認識我的 當然有可能有蠻多人不認識吧 然後 沒關係了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我在推電上比較活躍了 然後 就是 這次這個日本的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添加事情 反正這個輿論搞的也蠻大的 然後 我會覺得說就是 八九做的影片啊 這些都沒有問題 這個事情確實都烏龍 但我只是想說 就是 推特反正是一個蠻奇怪的地方吧 我覺得他跟別的平臺 都不是特別的一樣 比如跟Facebook 跟Instagram 都不是很一樣 然後 就是你如果發言 有爭議性的東西的話 就是傳播速度會非常的快 然後我會覺得說 就是 他是有點遺憾吧 我當時 有立馬幫發動解釋這個事情 但是 看到人其實不是很多 然後 對啊 我會覺得你們這個講法蠻好 這個這個直播 如果可以留下來 這樣如果呢 後面可以看到我覺得是個好事吧 然後如果我覺得 西蘭他如果不建議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留下了 這個會不會留著 我們會再討論一下 對 因為我們也會有顧慮的一些想法 對 這個我們團隊會再討論 好 謝謝 拜拜 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不是明先生 不是明先生 然後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開會 真的有事情 先這樣 晚上還有影片 拜拜 好的 謝謝拜拜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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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